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张纸呢我竖着用 因为圆锥的高比宽要长 定一下高度 不用画的过大 集中就可以 宽度定一下 续定一下 伸出胳膊去量一下 量一下它的宽度和高度的一个比较 到高度的什么地方 大概是这个位置 我这个点在这 比一下 一个比的宽度 差不多 底端我定在这 宽度 这边是集中的 宽度找好了 不要着急 这个时候 找它 中轴线 画圆锥 圆柱 都要有中轴线 包括咱们画的圆柱的东西 酒瓶子 或者茶杯 这种圆柱的东西 它都有中轴线的 对称 画的时候垂直下来 拉上垂直 穿过上下的端点 找到点 然后这个时候 看一下 透视去看它 底座 就是底端的这个圆形 是一个大概 什么样的一个椭圆 这个椭圆有多宽 它的高度有多少 去大概去看一看 试着那去转一下 看看 大概这么多 透视找到了这个椭圆的高度 然后找椭圆的一个中轴线 横向的中轴线 水平线 凉一凉 上下的宽度 是不是一致 这点和这点 要交到上面 它这个最高点 也就是这个角 是这样连过来的 对着那个连 轻一点 画长 直线画直 画长一些 好 圆形咱们画过了 去切一下 找一下它的 转过来 这圆形画了呢 上下它是要对称的 上下左右 它都是要对称的 别跑偏 聊一聊 别跑偏 它是圆的 好 这个时候把线 给它画的清洗 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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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示线看看 对不对 然后画它这边 一定要当成一个圆来 对不对 好 好 好 看对称不对称 不对称的时候再修改一下 这些乱的辅助线稍微整理一下 现在提一下 好记住 一定要有一个中招线 把这个中招线透视给大家画一下 中招线大家画的时候一定要垂直 左右对称 好就到这 中招线大家画中招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